9月29日,知名女演员杨子通过微博分享了一张黑白造型图,并配文称日常编发,吸引来了很多粉丝点赞评论,纷纷称赞其心灵手巧,妥妥的宝藏女孩。 从她分享的照片来看,虽然经过了黑白处理,但还是可以看出她的发量是非常惊人的,具体编织的是什么种类的发型,从这个拍摄角度是无法判别出来的,但能够确定的是,应该是那种贴合公主犯的头型,其中最标志性的象征,那就是她头上捆绑了布袋或是绸缎,很典型的古代女子造型。 对此,有不少粉丝是既高兴又遗憾,高兴的是看到杨子能够自己动手编发,给公众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自我,遗憾的是,如此好看的造型,居然没有露出正脸,肯定是差那么一个位的,打个形象的比方,只看到了绿叶,但没有看到花朵,这种美是不完整的,人意是如此,美女更要如此。 据悉,杨子目前正在剧组赶拍新戏,这段时间鲜少更新社交动态,而据她最近分享的照片,也都是在中秋节发布的,而且还是穿着古装在剧组里头,让工作人员帮忙拍摄的照片。 不难看出,杨子最近因为拍戏确实挺忙的,而这次她突然晒边发照,极有可能还是在剧组里头,苦中作乐,无聊打发时间罢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,根据杨子以前分享照片的习惯来看,很少有像现在这样分享黑白照的,确实很容易引起猜测,有可能是心情不美丽,或是拍戏压力实在太大。 但要是以上情况皆不存在的话,只能说明杨子喜欢这种黑白风格的主题色彩,因为这些都是有据可循的,比如之前杨子就穿过黑白波点长裙,还配搭了一件白衬衫,显得特别的漂亮亮丽,给人一种邻家大姑娘的记事感。 总的来说,杨子在穿搭造型方面从未让人失望过,一直都是走在时尚最前沿,深受大家的喜欢与追捧。